王林曾经在罗天星宇 遇到了一头非常胆小的凶手 看起来呆呆的 很不聪明的样子 但是当王林修为越来越高之后 才忽然发现 这家伙原来才是真正的扮猪吃老虎 其实力甚至连真正的第三部大能都 难以与之匹敌 这凶兽就是幽冥兽 为了抓住这只凶兽 做自己的本命神兽 王林带着灵动与狼月封锁整片天地 就在快要成功的时候 忽然这幽冥兽体内 爆发出无间的七彩光芒 王林的封印被七彩冲散 让这幽冥给跑了 没想到幽冥兽曾经竟然吞过一座七彩剑 这一切瞬息间发生 一个个明智者出现 阵阵道经明文回倒 一座刻满经文的巨大的石碑 幻化在了幽冥兽魂上 旗上的血红之字 透出一股疯狂的意念 在这意念之下 四周那些明智者仿若发狂 传出了旗声嘶吼 他们似被操控 急速的旋转之中 立刻就化作了一道漩涡 这漩涡内蕴含了一股毁灭之力 轰轰转动之下 向着八方冲去 王林身子在这冲击中退后三步 正要上前 但就在这时 那浮下而出的石碑上 所有赤红色的道经明文 立刻就幻化而出 形成一个个符文 直奔王林而来 一路呼啸 那道经明文转眼就临近王林身前 王林去过一处七彩界 知晓这道经的可怕 在那无数明文来临瞬间 其耳边隐隐便出现了悠悠的声音 喃喃诉说着道经上的内容 这漩涡转动下 把那疯狂的意念 随着七彩之盲扩散 更是在这一刹那中 那幽冥魂上剩下的四个星点 再次有两个熄灭 与此同时 这幽冥魂大口 慢慢地融入近 幽冥兽本体之内 在那漩涡横草中 庞大无比的幽冥兽 带着眼中露出的恐惧 其身子急速后腿 他怕了 七彩界或许改变了他的性格 但其本性确实很难遗忘 面对王林 向王林冲击 使得王林退后的一瞬间 这庞大的幽冥兽 展开了其另一样神通 虚化戒子 幽冥兽的身子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模糊 仅仅退后了百丈 便立刻消失在了这星空里 随着一同消失的 还有那旋转成漩涡的一个个明智者 还有那不断冲向王林的 一个个道经符文 星空下的一切 在这瞬息间 全部随着幽冥兽 彻底的消失 王林双眼一片血红 他仰天发出一声怒吼 灵动 周己 还有望月 古歇叶全部都在幽冥兽体内 若是对方逃走 这代价太大 此番叠幽冥 因这幽冥兽 吞噬了一处七彩界 而出现了剧烈的逆转 尽管王林算计到了众多 但还是没有料到 这天地间居然有如此荒谬之事 一处七彩界 居然在这雾气星域内出现 居然被幽冥兽吞入体内 绝不能让他逃走 王林双眼露出疯狂 他身子向前一步迈去 整个人直接就出现在了星空之上 右手抬起向着下方星空狠狠的一挥 轰然间 其右目雷图闪烁 直接幻化而出 笼罩方圆千丈之内 那九道伴随之雷环绕在外急速旋转 天地轰轰 无数雷霆凭空出现 在这千丈内闪烁 形成雷玉 大大大 王林带着滔天怒火 吼声中雷霆本源从体内全部爆发出来 那千丈雷图背着本源之力一冲 顿时震动下疯狂的扩张 千丈 万丈 十万丈 百万丈 瞬息间 这雷图就在不断的膨胀之下 笼罩了此地百万丈方圆 王林神色透出疯狂 右手抬起点在眉心 轰然之下 古神之力从其体内云涌 再给我扩 王林吼声响 其眉心第一颗星内 天皇炉骤然幻化而出 在王林大袖一甩之中 此炉直接就与下方雷图融合 再扩 轰鸣巨像之下 本就扩张到了千万丈的雷图 在天皇炉的融合下 再次宝增 两千万丈 三千万丈 五千万丈 直至八千万丈 无尽星域 全部笼罩在了雷图之下 那轰隆隆的雷霆疯狂的闪烁 把这八千万丈星空 彻底的化作了滔天雷池 吞了七彩剑 也要成为我王林本命之兽 你虚化戒子逃遁 我虽说寻找不到 但却可以将这里的八千万丈全部练化 不惜把这八千万星空练成一粒尘埃 也要将你逼出 幽冥兽虽说虚化戒子消失 以极快的速度逃遁 但在其身体上 还有王林的封印并未消散 他可以隐隐感受到 对方正在急速逃走 可还是没有走出这八千万丈之内 王林清晰地感受 自己在对方身体与魂中的封印 正急速地消散 用不了多久 就会全部消失 如此一来 便会断了与其的那一丝联系 雷霆轰轰 王林左目瞳孔 九色火焰骤然燃烧 直接从其目的而出 与此同时 在王林身后 朱雀讯直接幻化 发出了一声朱雀之音 朱雀的出现 足以说明眼下 王林把体内火之本源 全部的施展了出来 那朱雀嘶吼中飞出 与九色火焰风暴融合之后 直奔着八千万星空而去 转眼之间 放眼望去 天地星空沦为一片火海 火中有雷 雷中有火 更有那天皇炉内的炼化气息 把这八千万范围星空 展开了一场疯狂的炼化 王林双鼻一挥 神色争鸣中吼声惊天 其四周八千万丈星空 以极快的速度 不断地被祭炼起来 若是从至高至上向下看去 可以清晰地看到 这八千万丈星空 完全地与外界崩溃 仿若被单独地分割出来 在那雷霆与火海下 汹汹燃烧 王林已然疯狂 红着双目双手不断地掐绝 一道道禁止急速地打出 落入那正在被炼化的 八千万丈星空内 使得其炼化的速度 越来越快 时间很急 但个不得 一旦幽冥受魂 与身体上的风印消散 之前的一切 全部都毁于一旦 王林再没有第二个妄约 第二个灵动 第二个周锦 去让他完成 这列幽冥的壮举 只是八千万丈范围太大 根本就无法 短时间全部炼化 且就在这时 王林清晰地感受到 与幽冥兽之间的联系 再次虚弱了不少 他尽管看不到 但却可以想象得出 那幽冥魂上 剩下的两个明亮星点 如今只有了一个 在这急迫之中 王林反倒是平静下来 他冷冷地盯着四周 正在急速炼化的 八千万丈星空 这短短的瞬息间 八千万丈星空 依然只剩下了七千万丈 并非是平练的七千万丈 而是整个星空 高至星之苍穹 下至空之黄泉 那些消失的部分 露出了旗下 被炼化后的一片空旷中 细密的风界大阵之网 这四周 被焚烧炼化的那部分 则是成为了 永恒存在螺天的崩溃之度 沉默中 王林右手抬起 一甩之下数十万 禁止刹那幻化 其左手更是配合之下 出现了无尽残影 以它最快的速度 在几席之内 打出了无尽禁止 炼化的星空中 一把似可以 分灭世界的苍天鼓伞 浩荡而出 凝聚在了星空中 一股无上的威严 轰隆隆的就传开八方 笼罩无忌 王林右手抬起 虚空一抓之下 好似抓住了那聚散之宝 双目瓶颈中 左手向前猛的一挥 轰轰之声惊天 却见那鼓伞一阵之中 打开了一城 陶天火焰从那 打开了一城的伞内 疯狂的宣泄出来 直奔下方 炼化至七千万范围的星空 放眼望去 星空尽是火海 无边无几 雄雄火焰之下 一股惊天之危 传扁八方 那炼化中的七千万丈星空 更是背着坟戒 鼓伞的火焰 一冲之下 展开了迅猛疯狂的祭连 七千万丈星空 以若言可见的速度 直接轰鸣 六千万 四千万 三千万 一千万 直至六百万丈 仿而加快的数百的炼化 刹那就急速收缩下来 空出的范围 露出了下方 大量的风节之阵 细腻之网 更是在四周出现了 无尽崩溃之洞 亡灵可以感受到 幽灵兽就是存在于 这六百万丈星空里 回首间 却见那雷火焦错的 六百万丈范围中 天皇炉骤然幻化 在亡灵隔空一抓之下 天皇炉内九滴毒液 急速而出 融入雷火之中 这样的行为 不会损耗 这极为珍贵的毒液 但却足以让 亡灵有充分的时间 逼出那化作 戒子的幽灵兽 轰鸣不断 炼化还在继续 转眼之下 六百万丈星空 成为了三百万丈 更是在这一瞬间 这三百万丈星空 兴起弥漫 有阵阵黑色的 毒物容物起内 急速扩散 就在这时 一声咆哮焦急地传出 却见那被炼化的 三百万丈星空中 一处眼看 就要被毒物淹没之地 幽灵兽那庞大的身子 轰然幻化出来 在其身子出现的刹那 王灵身子向前一步迈出 直接就临近 没等幽灵兽张开 右手迅猛地 就拍在了其头部 那只剩下一次的封印之上 轰的一声 这幽灵兽没等张开的大口内 有闷闷的咆哮回答 这一掌 包含了王灵的决心 与无论如何 也要让这幽灵兽 成为自己本命兽的强烈愿望 一掌落下 轰鸣回答 却见幽灵兽头部 那将要消散的封印 立刻就此被灌入了 新的生机与力量 刹那间 这封印就散发出明亮油光 转眼之下 不但重新凝聚出来 甚至比之最早 还要身骨三分 更是在幽灵兽大口 正要张开的一瞬间 王灵双眼通红 一声低吼之下 右手向着天空猛地一抓 星空轰鸣 却见一把 数万丈长短的巨大鞭子 赫然间就出现在了 这被炼化的星空之中 被王灵一把抓住 一甩之中 啪啪之声惊天动地 那数万丈的鞭子 急速暴增 竟达到了数十万丈 远远看去 这鞭子的长短 几乎与这幽灵兽 相差无几 舞动星空之下 这一幕震撼心神 说是是那是快 在这几十万丈 之长的鞭子 出现了一瞬 在王灵手中猛地一抽 红隆隆地巨像 震动天地中 这鞭子直奔幽灵兽而去 昆脊鞭 砰的一声 昆脊鞭直接就落在了 幽冥兽身上 发出了巨大的声响 这幽冥兽体内 传出的怒吼慢慢回荡 其身子更是一阵之下 隐隐出现昏飘的迹象 但却被他死死地抵抗住 王灵没有任何停顿 那昆脊鞭似怨寒了 王灵此刻的疯狂 蓬蓬之下 在刹那就连续抽出了八鞭 加上之前的那一鞭 整整九鞭 金光从这昆脊鞭上扩散 轰鸣回荡中 幽冥兽无法承受 眼中露出其本性胆小恐惧的同时 他庞大的身体上 其魂骤然出现 但这魂仅仅是如冰山一角 刚刚冒出一丝而已 幽冥兽尽管恐惧 但也知晓此刻危机 疯狂地挣扎起来 想要把魂归 王灵岂能让他成功 右手猛地一甩 蓬蓬之声在这星空 向着八方传动 却见那昆脊鞭 已然看不见了鞭影 以极快的速度 直奔幽冥兽抽击而去 第十九边 三十边 五十边 直至九十九边 最后的第一百边下 这昆脊边金光万丈闪烁 轰的一向 其手部竟有崩溃 在其崩溃了数量的瞬间 其内爆出的金光 远远一看如同一颗太阳 在这金光之下 幽冥兽的身子被全部掩盖 他再也无法增长 其魂 轰轰彻底地从身体内飘散出来 悬在了星空之中 幽冥魂 只是一张 足以吞噬天地的大口 此刻这魂口出现 还没等张开 亡霓一步之下 直接临近其魂口 眉心七个古神星点 急速转动下 骤然飞出 直奔魂口 轰轰之下 这七个星点 势如破竹 竟直接穿透了幽冥魂口 以其内纳指 剩下了一颗明亮风印之星为指引 直接就冲了进去 在这一刹那 幽冥魂口内那魂风 直接从一个明亮之星 迅速恢复到了之前的七星闪亮 魂风 载成 但一切并没有结束 三风之中 还差最后一道内部血肉之风 右手在那幽冥魂上一按 此魂轰然间 就重新回到了幽冥兽体内 与此同时 亡霓身子向下一沉 借着炼化八百万丈星空的余威 在幽冥兽闭着的口部之前 在其眉灯主动张开的刹那 双手伸出 狠狠地扣在了旗上 在一声仰天的低吼中 亡霓双臂青筋鼓起 全身古神之利刺 全部都涌入在了这双臂内 狠狠地一撕 幽冥体内有戒 主动张开则借开 可若是被人撕开 这磁剑无法出现 展露出来的 狮袭却有之口 一丝之下 这幽冥兽巨大的口 被亡霓狠狠地分开 露出了一道缝隙 与此同时 那憋在幽冥兽体内的咆哮 瞬息就从这一丝缝隙内 疯狂地传出 落在亡霓身上 吹动亡霓长发 好似无尽之力撞击 要把亡霓生生地推出一般 但亡霓的身子 却是没有退后半步 在分开了这幽冥兽大口的同时 猛地向上下一线 双手迅速收回 在这刹那中 就打出了数不清的禁止 每一道禁止内 都蕴含了道骨之力 如同一场禁止风暴 轰轰地冲入这幽冥兽 血肉大口之内 顺着其口 直奔这幽冥兽身体内 各个脏脊脊 血管 骨头等等 一切体内存在之血肉 大量的禁止 疯狂地涌入幽冥兽体内 一一封印之后 仅仅是树息的时间 这幽冥兽的身体 就彻彻底底的被封印 做完这一切 王林身子向后踏出百丈 面色红烈 方才的一切都是 极短的时间内发生 即便是他 也隐隐有些附和 此刻退后 冷冷地望向那 被三封完成的幽冥兽 即日皇道 已无王族七星古神 到古传承之身 封住唯武本命之兽 幽冥接风 王林右手抬起 猛地指向幽冥兽 只见这幽冥兽 身子聚焰之下 体内血肉之风 身体外部之风 灵魂之风同时运转 化作了一片油光 在身体四周急速地闪烁 其眼中的挣扎慢慢消失 取而代之的 则是渐渐温和 伴住相后 这幽冥兽彻底地不再挣扎 默默地漂浮在那里 向着王林低下了头 一股血肉相连的感觉 缓缓地在王林心中滋生 那是一种说不出的感触 此眼前这幽冥兽 成为了王林生命的一部分 在这感觉升起的刹那 一股磅礴的生机 带着万股沧桑的气息 周然间就以一种特殊的方法 从这幽冥兽体内 涌入王林心神 好色它在这一刻 成为了幽冥兽 对方的一切记忆 全部都弥漫在了王林心神 更是在这一刹那 王林身体传出喷喷之声 其千丈骨神的肉身 在这瞬息间急速地膨胀下来 这幽冥兽体内的生机极为庞大 涌入王林体内 使得它的身子轰轰膨胀 千丈 一千五百丈 两千丈 三千丈 直至达到了六千丈后 这才慢慢地停止 六千丈大小的骨神真身 赫然屹立在了这星空内 远远一看 仿恶太古巨人 庞大的拳头狠狠地一握 王林抬起放在眼前 他体内的骨神之力急速流动 生机盎然之下 一股莫大的自信涌现全身 难怪图斯记忆中藏在 唯有拥有了本命之兽 诞生了望月之后 方可成为真正的骨神 眼下我体内上无望月出现 但仅仅是这本命之兽 就让我的身体已经到了如此程度 王林目光一闪 六千丈的身子缓缓地缩小 蓬蓬之声响 瞬息间就化作了寻常修饰一般 只不过眼下的他 样子确实有了很大的不同 依旧是一头白发 之前的王林尽管看起来是清零 但眼下的他一眼看去 却是更为年轻了很多 甚至在其身体上 还有一片虚幻弥漫 除了第三步修饰外 在所有人眼中 王林仿若没有了实质的身体 如同朦胧之灰 抬头目光落在前方幽敏之上 此刻的他已经知晓了 对方全部的记忆 紫兽一声大都沉睡 记忆也是极为混乱 似浑浑恶一般 尤其是有关其出生的那部分记忆 更是一片乱麻 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如何出生 唯独清晰的记忆 便是那数百年前 七彩界的遗梦 王林沉吟中传出一道神念 幽冥兽眼皮一番 露出稀里之芒 缓缓地睁开大口 好似打个一样 箱外一吐 立刻灵动上人狼狈地被喷出 其神色还有骇人 在那灵动之后 周锦 古稀也一一被吐出 最后则是那庞大望月 在这幽冥兽大口 张开无尽之后 仿如一个巨大的黑洞 轰然想 望月那巨大的身子 急速地被吐出 不断地膨胀之后 化作了原本的大小 将周锦与灵动收入天皇炉中 收回古神星典内 又收走了一切 王林站在幽冥兽前 眉头一皱 这幽冥兽记忆混乱 魂恶之中 似乎当年吞下七彩结石 太过用力了一些 结果其吸彻之力 四打破了一些臂障 吸收了一个不该吸收之物 只是此事也未免太过奇怪 他怎么可能会吸走了一个倒果 王林百思不得其解 沉默中右手 抬起在幽冥兽身上一按 这幽冥兽身子一阵 一道道七彩之盲 从其口中传出 随着其慢慢张开的大口 一个数十丈大小的橙色果实 缓缓地从其口中飘出 倒果 一股股悼念的启息 分杂地随着倒果的出现 弥漫开来 王林盯着那橙色倒果 眼中渐渐明亮 我因果 生死 真假意境想要本源大成 极为艰难 这三种意境全部都是道念 若有数个这样的倒果 或许可以助我三道本源圆满 王林右手抬起向前一挥 立刻就把那橙色倒果收走 没有了倒果之后 又明受眼中的犀利不在 而是慢慢地呆滞下来 愣愣地望着王林 发现了呆 他如今这个样子 与当年在雾气星域内 望着七彩戒裂缝时 似没有了区别 即脑中再次浑恶 只不过倒果 毕竟被他吸收了一些 故而神志有了灵性 虽说还是发呆 可却比当年聪明了不少 背着发呆的幽冥兽 这样直直的望着 即便是王林 也有些不太适应 他想起了此兽记忆内 那曾两次将他吓坏的可怜之人 那个可怜之人 如今还在这幽冥兽体内一介之中 不知怎样 王林没有功夫去理会这不相识之人 右手掐绝在这幽冥兽身上一点 此兽立刻身子虚幻起来 化作一道幽光直奔王林而去 与王林眉心第二个星点融合 消失不见 望着远处 望着罗天星宇 在这里的四件事情 已经全部做完了去几桩因果的同时 也看到了一些当年的故人 王林在无他求 轻探中向着远处走去 有明兽体内 那神通一介之中 此界无边无际 可大可小 此时其内一片混沌 仿若星空之中 有一个神色茫然 很是狼狈的修士 他在这世界内 已经寻找了数百年的出口 那凶兽真有耐心 等了老到几百年 但最后还是没有老到能忍 还不是一样离开了 只是那七彩界崩溃后 我眼下 这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这修士眼中很是迷茫 百思不得其解 这个问题 他想了几百年 该死的 这里到底是哪个星域 这几百年 一个活人都没遇到 莫非这里 是一处空间裂缝 我还就不信了呢 一定能走出这里 老到不断地鼓励自己 这才没有被这几百年的 盲人寻找而崩溃 咬牙之下 向前继续挤持下去 罗天星域 有一处散发血色的修真星 在茫茫星海内看去 此星血光滔天 笼罩四周 似乎在那修真星附近 闭上双眼都可以感受到 那一股股浓郁的血型气息 王林的身影 在一阵波纹扭曲之下 出现在了这血色的修真星外 盯着那些星 王林右手抬起向前一挥 立刻便有储物空间出现 那些身子体内的骨腰 立刻幻化而出 被王林抓在了脖子上 说吧 什么秘密 我说了 你要放我离去 那骨腰神色露出恐惧与争长 连忙开口 若这个秘密对我有用 我可以最后给你一线生机 王林平静说道 一线生机不行 你若不放我 本腰死也不说 就算是你搜魂也没用 本腰是骨腰一族 自有方法对抗 骨腰虽说恐惧 但还是咬牙私生 王林冷冷的盯着手中的骨腰 没有说话 但在他的目光之下 那骨腰确实越来越恐惧了 不说就算了 许久之后 王林缓缓开口 右手做事就要向前一扔 把这骨腰重新封入储物空间 我说 我说 那骨腰心惊胆颤 今生急到 你要答应不会骗我 最后会给我一线生机 王林眉头一照 露出不耐 那骨腰一看顿时心中咯噔 不敢再啰嗦 连忙急声道 在这血心内 有一处隐藏的空间裂缝 只有我能打开 那里有一座祭坛 这祭坛拥有莫大的神通 是远古仙界之物 若拥有莫大的造化 可以在其上感悟出三命之术 一旦成功 便拥有三条性命 去打开 王林右手向前一抛 那骨腰立刻获得了自由 但却不敢有什么反抗的心思 连忙向着前方血星飞去 王林神色冷漠 在那骨腰身后跟着 一路临见了血星 骨腰在前 眼中微不可查得有一丝寒光异闪即逝 隐藏在了心中 靠近了血星后 他双手掐绝向着血星一点 这整个血星轰轰一阵 那剧烈的声响轰鸣响 此星大地颤抖中 竟然有一道巨大的裂风卡卡而出 这裂风贯穿了整个血星 在不断的延伸之下 如同有人拿着一把利剑 斩下一般 轰鸣之下 在王林的目光中 这庞大的血星 从中间一分为二 向着两旁生生的分裂开 成为了两个半圆 在这两个半圆之间 一道道血丝连接成片 远远看去 就连目光也被这血丝扭曲 隐隐的可以模糊的看到 在这无尽血丝的深处 有一个十丈大小的空间裂风 在那分开了血星外 古妖恭敬的站在那里 眼中依然还是有恐惧 低声道 就是这里了 这血丝运含了姚家血脉 更有我本命妖气 除了我带路外 无人可以进入 而且那裂风很是脆弱 一旦强行踏入就会崩溃 带路 王林目光在那一片片血丝上扫过 缓缓开口 那古妖连忙点头 小心翼翼的上前 随着她的靠近 那些血丝似有感应 慢慢的在起来临中向后收缩 分开了一条道路 王林在那古妖身后 缓缓的向前走去 古妖此刻心中很是紧张 她自知能否脱困 全在这一次了 前行中渐渐前方血丝 均都必让 使得她来到了那十丈裂风之外 在这里 她的紧张已然到了极致 但神色上却是没有露出半点 就是这里了 那祭坛就在里面 古妖在那裂风外停下身子 低声开口 她再等 等对方或者单独进去 或者让自己进去 又或者是与自己一同进去 甚至还有可能让及身边的某个奴仆进去 无论哪一种选择 只要有人进入这裂风 不管此人是谁 她都有自信可以逃脱 此刻心神的紧张被疯狂的压制 在这关键的时候 她不能有任何破绽露出 你很紧张 王林目光看向那十丈裂风 其内隐隐可以看见 似有一处祭坛 在一片血色的池水之内 口中缓缓说道 古妖心神一阵 挤出一丝笑容 还没等开口 却被王林吓一句话 吓得几乎魂飞魄散 街外太古星辰封灭族早年失踪的祭坛 似乎与这个不太一样 王林收回目光 似笑非笑地看向古妖 那古妖眼中露出无法置信之色 心中轰鸣 她怎么也没想到 对方居然早就知晓这件事情 我的耐心有限 既承诺与你留下一线生机 便不会誓言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把真正的祭坛拿出来 王林平静地望着古妖 她越是平静 在古妖看来就越是可怕与神秘莫测 古妖心神颤抖 她无法从王林的神色上 看出其半点心思 但方才的那一句话 却是让她恐惧不已 我给你三夕时间 一二 王林缓缓开口 就在这掠凤里 但不是你看到的这一个 若你不信 我可以去给你取出 或者你与我一起进去 古妖眼中露出绝望 讽认为一切都被对方看穿 失去了一切的抵抗 神色中满是苦涩 你进去吧 王林平静地望着古妖 声音渐渐有了含义 古妖心中颤抖 慢慢地向着那裂风走去 再就要踏入的一瞬间 她余光中隐隐看到 王林眼中似有讥讽一闪而过 她为何如此自信 她但让我踏入 莫非是在我体内 不知什么时候留下了禁止 我一旦踏入这裂风 她就会引发禁止 在我还没等逃顿前 立刻就会将我杀死 在那裂风外 一步的距离 对于古妖来说 仿恶是无尽之妖 她右脚已然抬起 只要落下就可以进入裂风 但她却是犹豫了 这一切念头 都是刹那间的事情 古妖望着身前的裂风 内心挣扎之下压过了犹豫 正要右脚落下 但就在这时 一声叹息地传来 而是让古妖心神崩溃 她不敢去躲 赌赢了 生死未知 赌说了 必死无疑 若是不躲 则存有一线生机 真实的苦涩中 古妖缓缓地收回右脚 退后几步右手抬起 向着那裂风的一抓 忠然间这裂风震动 其内那祭坛轰然崩溃 从崩溃中 一座血色的阁楼极锁飞出 从裂风内一闪而出 与此同时 这裂风病龙 极锁的消失不解 封灭族祭坛有三份 分别存在于三座血格之中 这里只有一个 其余两个已然失踪 希望你信守承诺 给我一线生机 古妖苦笑中 索性闭上了双眼 她不知晓对方知道多少 但她在那最后的关头 还是没有堵下去的勇气 王林右手向前一挥 将古妖封印收入储物空间 目光落在了那血格上 此屋 她也有一个 沉默了片刻 王林收起血格 后退一步刹那 就消失在了这星空之中 她心智如妖 那古妖尽管狡猾 王林虽说不知小玄机 但言语的试探 与神色的种种改变 却是化作了一场心斗之术 在这心斗之中 那古妖显然失本 罗天星雨尽头 与云海星雨的连接之处 王林身影幻化 目光望着罗天与云海之间 没有了壁垒之后的一片空旷 水稻子 当年之仇 今夕王某所魂 界外 太古星辰 常尊慧之令传遍星雨 传入每一个足落之中 传入每一个界外太古之民心神 奉原古星雨旨意 数万年已过 封界力量再次苏醒 斩第三次于封界之斩 太古诸族 从即日起受命常尊慧 诸族待发 血洗封界 陨界内远古 云海星雨久接 神宗之内 那大长老水稻子 此刻盘膝坐在神宗一处 修真星最高山峰之巅 他一身轻衣 仰如童子 坐在那里抬头望着天空 眼内有寒光闪烁 在他的四周 还有四座山峰 若是从高空向下看去 可以看出这五座山峰 就如同五根手指 占据了这修真星的大半范围 直插九霄 如巨人之手 想要从这修真星上伸出 去捏碎天地 望着天空 水稻子神色极为阴沉 隐隐的还有一丝不安存在 早在之前感受到亡灵气息之时 这水稻子便心中起了不妙之意 当年亡灵的几道本源 尤其是之前那灵动善人欲周锦的气息 更是水稻子心中不腻 他尽管不知晓真相 但却隐隐有了一个猜测 只是这个猜测在他看来太过惊人 就连他自己也都不敢去相信 不愿去相信 可恨 此人真是命大 我本把他的消息告知了界外妙音道尊 他居然还能活着回来 水稻子神色猙獰 沉默中右手掐绝向前一挥 顿时天地色扁 风云倒卷之下 却是有那么一丝云烟来临 在这水稻子面前 化作了三只云烟之后 这三只云烟神采逼人 出现之后便有嘶吼传遍修真心 扇动着翅膀 在水稻子身前盘旋 盯着三只云烟 水稻子一咬牙 喷出一口鲜血化作三粉 直奔三只云烟而去 与其一一融合后 向这三个方向急迟而走 赫生惊天 思明之下破开了天地 融入星空之中 一路无形 闪烁无踪 望着云烟消失之处 水稻子沉默片刻 还是不放心 右手抬起向前 虚空已抓 天地中的云烟 再次飞出一缕而来 化作了七枚玉剑漂浮 拿着一枚玉剑 水稻子双目搂出杀机 以老夫神宗大长老之命 召集云海之修 备战之修 在我神宗外不知 九命离天正 一甩之下 这一剑之笨天地消失不见 捏住第二枚玉剑 水稻子神色争灵 传出神念 以神宗之命 七界分宗速去归原宗 将归原宗所有职人请住 送来神宗 带老夫封命一下 归原宗满门问斩 一个不留 涌入了其杀机的玉剑 诱然极致 消失在了天地内 水稻子没有停顿 把第三枚玉剑拿在了手中 木兵梅 老夫帮你疗伤 帮你挥布修为 帮你修为更近了数步 此恩虚你如今暴打 我要你立刻吞下那里丹药 走出闭关之地 来助老夫 右手甩动 那第三枚玉剑立刻消失 遂空而举 破天宗宗主 以老夫之命 所来神宗 在老夫面前赐你一死 你若不来破天宗灭门 第四枚玉剑融入天地 太阿罗 你身为凶手之皇 已然化作了人形 无数年前被封 老夫水稻子 可谓你揭开当年 封界之尊的封印 让你可以重回故乡 但你要出手杀一人 第五枚玉剑骤然崩溃 蕴海的水稻子一丝一念 融入虚无 水稻子连续发出了五道封命后 心中那一丝不安略有消散 但还是不放心 捏住了第六枚玉剑 沉没了片刻后 其眼中伤其一身 云海 赵和 联盟 伯天 老夫神宗谁到此 当年封界之尊坐下童子 数万年来始终为主守护神宗 曾在当年第二次于界外大战中 立下赫赫功劳 今日老夫得到准确消息 昔日联盟星宇有意修饰名为汪陵 此人是界外长尊棋子之一 此人隐藏其身 更是得到了我主从远古先玉带来的 至宝天宁 凭此物 他蛊惑了妖宗 但却瞒不过老夫 他从界外回来 意图乱我封界 是那太古星辰大军 入侵前的奸细之辈 今日老夫带主发出封界令 有请见念所有修士 必杀此人 凡杀此人者 天意可得 凡杀此人者 为我见念豪杰 凡杀此人者 便是我神宗宗主 凡杀此人者 老夫愿意为奴千年 水稻子神色争鸣 右手猛的向前一挥 那带着气疯狂神念的玉剑 直接飞出 争鸣中传出了最后一道神念 远古上仙 我主蚕食算出界外入侵将至 但我封界之力不足 恐难以抵抗 在这危机之中 还请远古上仙降临 水稻子捏着第七枚玉玉剑 喷出一口鲜血 右手拿着玉剑一挥 便把这些鲜血浓入旗上 化作了一个血色的符文 这玉剑浮现出符文之后 立刻散发出阵阵血光 直接冲入天空尽头 血光一闪之下 整个天空立刻笼罩在了血色之内 就连大地也被遮盖 成为了血色 隐隐的 那血色的天空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漩涡轰转动 似通往另外一界 水稻子起身跪在那里 抬头中右手虚空一抓 其身前便出现了储物空间 光芒一闪之下 便有一片鲑甲 在水稻子手中幻化而出 这鲑甲充满了一股沧桑的气息 隐隐的 甚至还有一股智解的先气弥漫 此甲为我身份标示 我是封界之尊童子 请远古上线降临 请远古上线辞到 水稻子高举龟甲 整个人仆腐在地 血色的天空传来 阵阵咆哮之音 慢慢的 一道目光从那漩涡内 直接落下 钉在了水稻子 崛起的龟甲之上 下界之休 这龟甲的确是封尊信物 本先奉命送你一宝 你持此宝 融入封界大阵内 可让界外延缓百年入侵 百年的时间 足够我远古苏醒 数位尊者便可无碍 血色天空内 那旋转的漩涡中 随着危言的话语传出 慢慢的降临下来 一样金光闪闪的法宝 这是一个铃铛 一个金色的铃铛 在下降的过程中 阵阵诚诚之声 清脆的传出 在这天地内 向着四周扩散开来 切记 要把此物与封界大阵融合 拖延的百年时间 极为重要 百年内 远古将不会再给你等帮助 会彻底封死 那铃铛慢慢的 落在了水稻子上空 在水稻子抬头时 这金色的灵动降临在了身前 眼中露出狂喜之色 水稻子右手伸出一把 抓住这铃铛 接脑中轰轰 便与这铃铛产生了一丝联系 天空的血色渐渐散去 慢慢的恢复如常 水稻子嘴角露出凝角 站起身子 神色争灵中难难自语 老东西留下之物 果然还有用处 有着来自远古仙玉赐下的宝物 我看那亡灵如何能杀我 插了那亡灵后 我已知灵当 可换大功一剑 到时候长尊敬会给我无尽香火 至于把此物融入封界大阵 延缓百年时间之势 水稻子根本就没打算这么做 闪接赵河内 星空中有一处巨大的漩涡 这漩涡亘古存在 为赵河一大显地 修士一旦靠近 便会在这里被吸走全部原地 生生困死在内 在那漩涡深处 有一颗修真星 此星不大 通体黑色 修真星上 弥漫了大量的淤泥沼泽 更有毒气弥漫 整个修真星 全部都是淤泥 在此星的深处 无尽的淤泥之内 盘袭坐着一个身穿黑袍的老者 这老者向往争鸣 皮肤之上 尽是一个个农包独创 大作中 有一次次黑气从四周的淤泥内散出 背着老者吸入七角 就在这时 那老者突然睁开双眼 其目中透出冷漠无情 在其双目开合的刹那 其身前的淤泥中 一丝云烟凭空出现 化作了一头云鹤 赵和周德道友 我愿以一只六品道灵 换取道友协助出手一次 水稻子的声音从那云鹤内传出 在这修真星的内部回答 那黑衣老者目光一闪 又说他一起接住那云鹤 眼中露出沉思 水稻子为人吝啬 此犯以六品道灵 换取老夫出手 不知是遇到了什么样的大敌 出手一次也好 赵和星域内 一处半废弃的修真星上 在其内一座凡间的都城中 有一家当铺 当铺的主人 是一个样子很是温和的中年男子 但在此城中 确实很多人都知晓 这中年男子虽说样子和善 但为人却是极其斤斤计较 这日他正坐在自家的当铺内 手里拿着一块玉牌 仔细看的同时 还时常抬头打量 身前来典当之人 中年男子正要说话 忽然神色一动 抬头看一下门外 赵和云丰子道友 我愿送你当年 封界之尊定神术神通 以此换你协助出手一次 水稻子的声音 在这中年男子心神回答 这男子双眼一亮 摸了摸瞎巴 目中露出沉思 定神术 有意思 有意思 云海星宇 同样是九阶内 鬼宗所在 鬼宗在云海颇为神秘 笼罩在雾气内 很少会有弟子外出 此刻在这鬼宗山门 有一个老者盘膝 坐在闭关洞覆 这老者身穿轻衣 面色阴沉之中 似有无数鬼火 环绕在四周 在那悠悠鬼火下 使得他的样子 充满了一股阴森之意 正大作众 这老者漠然间 睁开双眼 看向前方 但见一缕云烟 凭空出现 化作了一只云鹤 展露在了这老者身前 鬼宗大徐 我愿意 五一阴阳门徒 奉给妖圣 伴诀你鬼宗妖圣大人 出手一次 与此同时 水稻子的六枚玉剑蜂名 在这界内 掀起了一场滔天打浪 四大行与内 所有参与各自备战之中的 大神通修士 纷纷接到了御检之年 王林的名字 或熟悉 或第一次听闻 在这界内瞬息传遍 天逆在现 这种事情 足以让一切知情者为之疯狂 这一招太狠 在这备战之中 在这大战在即的关键时刻 水稻子动了军心 谁还能去继续备战 几乎绝大部分人 尽管不知小天逆 但那水稻子说是的四个凡事 却是足以让一切修士动容 动心 且水稻子的话语中 有大意在内 王林为奸细 是界外走狗 杀之 当为豪杰 更是在那水稻子遇见的神殿内 有王林的相貌存在 尽管还是几百年前的样子 但却足够让人认出 熟悉王林的 毕竟还是少数 少部分人的不信 在这大事之下 微不足道 赵和星域内 一处灵气旁博的修真心 有一座云雾缭绕的山峰 山峰顶端 盘西做了一个身穿紫衣的女子 这女子全身虚幻 看不清样子 一头青丝急臀 盘西中散落 她原本闭没 但此刻却是缓缓地睁开 双眼如星光一般 透出一丝迷离的朦胧 王林 长尊棋子 赵和内 星空中有一个身穿轻衣的男子 这男子神色庸暗 前行中不断打着哈欠 边走边嘀咕 马仕博说的那样东西 在这赵和内 可到底在哪呢 就在这时 这青年忽然神色一动 似感受到了什么 脸上露出古怪 这王林不就是当年 那个小家伙吗 有趣 有趣 联盟星域内 封印的雨仙界中 疗伤闭关的青林 睁开双眼 沉默片刻 仔细地回向 与王林相处的一幕幕 徐角 他眼中露出寒光 右手抬起向前一抓 顿时整个雨界轰鸣 但见一滴滴雨水弥漫 直奔青林闭关之处 最终穿透而来 在其手中凝聚 处了一个由雨水组成的领牌 这一幕 惊绕了旁边的司徒男 司徒男在睁开双眼的刹那 好似听到了什么 即面色瞬间就是大便 露出狂怒之色 他奶奶的 这是哪个王八糕子 敢说老子兄弟是奸细 那天你是老子给他的 要这么说 老子也是奸细了 这沙线刀的 老子绝不放过他 司徒男大怒之下猛地起身 青林目光在司徒男身上一扫 喝倒 坐下 为师自会处理 闲的水稻子 也并非什么王八糕子 他是你师祖之奴 司徒男死死地盯着青林 并未被其话语所振 而是冷笑道 你虽是我师尊 但他是我的兄弟 他的事情 老子全不知道 从起修仙开始 就是我跟随其成长 他就你苏醒 你莫非还不信他 青林神色露出复杂 不是为师不信 而是那长尊 沉默片刻后右手 抬起捏住那 于水组成的令牌 传出了一道神念 王林乃本先帝弟子 谁敢伤他 这神念扩散 冲出了于先界 弥漫了整个联盟的同时 更是向着八方扩散 最终传出无界 云海内 那红衣男子所在的山谷中 此刻鲁夫子也赫然在内 与那妖宗宗主等人一同恭敬 那红衣男子仔细地 听完了鲁夫子的话语后 神色平静 但眼中却是有了寒光 好一个七彩剑 好一个长尊 但就在这时 山谷内的所有人 全部听到了那传子神宗 已遇见传遍界内的神念 不可能 王林绝不会是长尊棋子 当年封界之尊亲口说出 让王林带领界内抵抗界外入侵 鲁夫子与妖宗宗主等人同时色变 那红衣男子眼中寒光更浓 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我红山子本连他一身修为 不想在这个时候将其回去 但他既然找死 咦 这红衣男子抬头看向远处 眼中寒光渐渐被赞伤取代 既然这小家伙自己已经寻去 便看看封界之尊的眼光 如何了 这毕竟也是他们的家世 云海期间幸运内 神宗分宗轰然出动 数百修士直奔平静了数百年的归远宗 归远宗的力量根本就无法抵抗 仅仅是片刻间 全宗所有修士 全部被制住了修为 以传颂朕 迅速送亡九阶神宗 只需神宗一生命下 这些分宗弟子 便会取归元宗所有人之性命 那吕燕飞同样在诸人之中 但却始终沉默不语 很是平静 他当年便有所猜测 早就知晓 或许会有这一天 但却没有后悔 不但是他 整个归元宗全部如此 没有吕子后 疑惑者说没有亡灵 便没有如今的归元宗 破天宗类 破天宗宗主拖着苍老的身子 神色复杂中 看了一眼破天宗 常看一声 神色渐渐平静 向着神宗而去 神宗内 慕兵梅闭关的大阵里 他睁开了双眸 沉默少起 玉手一翻 便有一粒丹药出现 这丹药 是数百年前水稻子送予 曾言可邦齐恢复修为 但需代价 这代价 便是在适当的时候 扶下这粒丹药 慕兵梅一声信守沉默 他望着那枚丹药 挣了许久 许久 随着水稻子神宗号令一出 整个云海修士 齐齐直奔神宗 尤其是在神宗弟子 打开了传送通道的情况下 如此一来 在短短的时间内 神宗外的雾袭内 修士依然上万 这上万修士来自各个宗派 凝聚之后 急速地展开了 那本于抵抗界外的 救灭离天阵 云海星域内 王林身影向前迈步而去 他眼中含义滔天 水稻子的行径 他不知晓 但那传出的第六道 遇见神念 却是清晰地被他察觉 一路沉默 王林身体内积累的杀鸡 却是越来越浓 随着他的前行 在他的身后 这杀鸡几乎实质 形成了一片冰霜 这冰霜刚开始开始 经济弥漫千丈范围 所过之处 就算是那星宗 也在这冰霜内 发出卡卡之声 彻底地成为了五冰 杀了水稻子 在耳边清静 王林向前迈步中 神色越加平静 但这平静下 却是隐藏了一场 惊天动地的风暴 水稻子 他必须要杀 甚至没有半点 炼化成炉的打算 有些人不配成炉 只能杀 当年的一幕幕 李千玫为之付出的一切 这种种事情的罪魁祸首 便是水稻子 若非水稻子 打王林的天力主义 这一切绝不会发生 王林前行中 身体内散出的杀鸡 已然滔天 那千丈的寒霜 更是疯狂的扩散 达到了万丈 所有临近的雾气 轰轰冰封 他形成真正的寒冰霜气 但他有一颗杀心 有一枪复仇的杀血 有其一生行事 秉承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必杀人的原则 如在鲁夫子面前 凝聚出的那九滴红色的血液一样 那九滴血液内 蕴含了王林一生的原则 他不是正人君子 也不是无痴小人 他不是光明磊落 也不是阴险卑鄙 他是王林 他一生所求 只是一颗无愧天地的心 若有人想要玷污这颗心 那么他便要杀 在这一生的杀戮下 在这云海星域的前行中 在这寒霜之气的不断扩张弥漫下 万丈 五万丈 十万丈 寒冰处处 冰封星空 王林一路轰轰 直奔云海星域最深处的九阶沈宗 在这一往如前的吉尺下 王林的杀念竟发生了诡异的变化 这种变化是不知不觉发生 没有人可以知晓 他到底是如何改变 一或者是一个念头 一或者是一个契机 使得他一生的杀戮 竟诞生了出一丝本源的气息 杀戮本源 天地万物皆可成本源 但杀戮本源 却是其中极难出现 并不是说杀戮越多越有可能 极诡异的变化 直至现在 也都无法被人迷误 脉步中 王林的速度越来越快 在那阵阵卡卡之声下 冰封了一切的同时 他踏入进了这云海最深处 九阶之内 一步之下 九阶雾与轰鸣 所有的雾气全部成冰的刹那 王林的身子 出现在了神宗之外 水稻子 冷漠的声音惊天动地 化作雷霆轰轰轰的传遍云海 你勾结界外 叛主求荣 当年封界之尊不忍杀你 我激活封界之尊一托 今日代其杀奴 王林话语如天地之威 震动八方 这一战 太多的人关注 这一战 无数大神通神石笼罩 各方大能神念降临 这一战 是王林在界内 成名之战 这是王林第一次真正意义上 与第三步修饰一战 并且是一位老牌第三步 那么王林能否真正击杀水稻子 后续剧情大家可以点击关注 就能在第一时间接收到更新通知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